唉,真的,这期我都不想做了,我想退休 这帮端午节电影看到我真是死去活埋 大家好,我是薛苗 往年端午当是每年最凉的荡期之一 没想到今年这么热闹 七月还没到呢 一堆电影就打着点音的幌子杀了进来 这些电影题材都很吸引人 跟近期的进口片完全不一样 众所周知,6月份的进口片卖的都不咋地 不是这侠那侠,就是尾号567890的IP续杯 反观国产的这些奶茶,花样可就太多了 每一部都对照现实,各有风格,各具特色 各个卖相都是五星 怀着最题材的期待坐进电影院 跟跑了个马拉松一样看完6部电影 整体观感就是,看到我想死了 这篇宣传使用的那些颠覆想象 演技炸裂,反转精彩的大词 一个都没整出来 就像你想喝瓶雪花,勇闯天涯 干完一看瓶子,雷花,勇闯天堂 全是水呀 一看评分,干谁呀 我真要知道那些打四五星的是活人 还是活人的十分之一啊 评论全是,剧本牛逼,演技牛逼 你说不牛逼就是你有问题 好吧,那就是我有问题吧 死来想去,这套马拉松来都来了 点音的票也不便宜啊 那就不多做分析了 只简单地说一说每部电影的优缺点吧 我爱你 翻拍自韩国同名电影 国产片少有的老年爱情题材 人老心不老的大爷和收费品大妈的夕阳红浪漫爱情故事 如果你喜欢韩岩导演过去的片子 那就去看 因为这部和过往的作品相比 总体风格变化不大 有点像老年版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悲喜笑泪》《样样俱全》 剧本的节奏比之前的作品更加成熟 梁家辉夜同四个顶尖高手互相标系 奉献了端舞党最佳的表演阵容 但遗憾的是 我没体验到这个年龄段的人生 也没看到属于老年人的情感细节 除了一起收费品 男女主约会还是游乐场碰碰车泼水节 和年轻人并无二致 对老年人情感处境和需求的探讨并不深入 只是情绪上能感受到一些老年人生活中的苦与甜 我只能把这篇归类为气氛流电影 它本身的故事很零碎 但营造出的情绪和氛围 能让观众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遗憾 宣泄各自的内心 但家里平时不看电影的老年人去看这篇 释放一下机遇已久的情感还是可以的 毕竟这类题材确实在市场上不常见到 别叫我赌神 片名叫赌神 实际是赌鬼 讲的就是自闭这儿子如何治愈发哥演的毒鬼老爸 最终浪子回头的故事 庄文强也没那么强了 发哥不仅没发还亏了 感觉他欠的钱比这电影他演的角色还多 故事整个就一丝不像 开头蹭土神 后来变羽人 然后海洋天堂 之后澳门观光 故事但凡能抓住一个重点 也不至于给人一种电影在洗钱的感觉 剧情推进不下去了 就又惦记起了港片的老套路 非要有古惑仔 非要有黑社会 周润发哥和袁永怡两个加起来将近120岁的前辈 从年轻时相恋开始演 自闭这儿的儿子看着都有30多了 竟然还演个孩子 配上电影全程纽约空气的黄色复古滤镜 看完感觉自己老了10岁 不知道发哥为什么接这部戏 戏里又是被泼油漆 又是被揪头发 又是被晒耳光的 看来挺心酸的 只有看到廖启志的时候 很感慨 他和香港电影都很让人缅怀 如今的港片已经把情怀消费的骨头渣都不剩了 这不就是把阿郎的故事的渣子拿出来洗一洗 又炖了一锅 没滋没味的 消失的他 端午当唯一犯罪悬疑题材 一个男人醒来发现自己的白莲花一般的老婆 变成了一朵带刺的红玫瑰 谁不期待这个故事 剧本改编自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陷阱 陈世曾翻拍悬疑片的经典模板 上世纪的剧本拍出了先锋实验探索电影的味道 电影最大的优点 女演员们确实都很好看 妮妮酷帅铁骑 文永山风情万种 黄紫棋婉转清秀 要是电影就是讲他们的悬疑 就算三人在荧幕上盘两个小时核桃 我也乐意期待一下 看完这篇我决定 万一自己以后结婚 一定要去海边来一套伯爵旅拍 先拍套阳光沙滩 再来套海边烛光 最后一定不能错过海底隆中的装置艺术照 配上专属MV 我都能想到导演拍出这么唯美画面的那种激动 特写要大 那可是伏笔 音乐要炸 这可是反转 起发要足 他可是演员 悬疑感非常足 不敢说是天衣无缝吧 看得我只想钻地缝 好多评论都在喊 看完千万不要剧透啊 不要迫害 没看过观众的观影体验 我特别配合 我只提示几个生活小潮食吧 如果你因故滞留国外 签证却即将到期 请务必及时联系中国大使馆 如果你醒来身边躺着的陌生女人 非要说自己是你的妻子 请先让她背一遍你家的WiFi密码 如果你发现自己怀孕 哪怕是结婚纪念日 请一定不要游泳 更不要潜水 更不要去夜晚的深海潜水 如果你有一个过了命交情的好闺蜜 请一定邀请她参加自己的婚礼 或许她早点能鉴定出渣男想害你 以上都是电影《煞费苦心》的编排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报警闺蜜远离渣男 《八角龙钟》 改编自2017年大梁山格斗孤儿的真实事件 平安的孩子通过体育改变自己的命运 感动了不少人 加上导演兼主演王宝强 本身就是一个通过拼搏改命的苦出身 我非常期待他用自己的经历 真诚的讲一个成长式的电影 然而这种期待随着电影一场场戏走完 也一点点消失了 又是一部风格过于混乱 要素堆砌太多的电影 电影几乎全部居下在王宝强饰演的向腾辉身上 而我所关心的《格斗孤儿》称赞中的励志细节 少之又少 片名叫《八角龙钟》 但除了结尾让皮松肉软的屎鹏员 打了一场很像黑拳的比赛外 几乎没有什么正经格斗相关的情节 王宝强似乎想讲一个类似药神李徐贞的角色 先是利用他人 然后拯救他人 最后救赎自己 但他与小演员之间的情感故事线很单薄 配角塑造的简单化 显得主角行为的动机不够充分 片中还有不小的篇幅 将男主的家人被围体围攻 之后去节目上激情发言 传递的信息似乎和剧情的关联不大 很难不让人联想 这是不是导演刻意安排的私货 但也不得不承认 《八角龙钟》相比王宝强上一部大闹天竹 有了不少的进步 既然他有做导演的追求 又有资源 又有人脉 多任性几次 每种未来能多拿出一些惊喜 《茶二》中 同名国产番剧的电影版 班上有名的混世魔王和活颜罗班主任 互换身体的故事 这部动画电影和前面的片子相比 在题材上没有什么优势 却做出了童年的味道 可惜味道有点冲 无论是校园 日常 喜剧 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班级中成群结队的小团体 男女宿舍各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以及老师学生 都闻风丧胆的公开课 都能让我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 会的举左手 不会的举右手 作秀属性很强的公开课 变成了师生和解 展示班级团魂的舞台 电影用夸张的脑洞 在线老师和学生的斗智斗勇 一个老师抓包 都能给你整成速度与激情 一个没收点卡 都能给你整成夺宝骑兵 脑洞是不小 但就是有点用力过猛 比如搁几个 摘下男生宿舍 发霉窗帘上长出的蘑菇 这个土造 加上洗脚盆 就能就地做火锅当夜宵吃 太邪点了 有点恶心 有点想嘟 画面也落后一个世代 全程东北话语速太快 不看字幕又都听不清 东北观众有加成吧 透明侠侣 这篇题材的独一无二之处就是 耗始成双CP大电影 卖房小妹遇到 只有自己能看到的 量子透明人的故事 纯粉丝像 刚巧在下就是 在CP光环加持下 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 一部电影的缺点 可以靠CP感弥补 什么主线的起程转合 都是行活 意思到了就行 我想看的就是CP 就是想看他俩的脸 就是想看他俩说话 就是想看他俩搞对象 但抛开CP属性 可观评价 科幻部分是快乐星球 商战部分是流行花园 爱情部分是 你看过的爱情片桥段 大串烧 故事没什么好讲的 没有任何惊喜 换两个人来演 我看都不想看 总之 这六部电影 在对题材筛选上下的功夫 比内容多 我的个人观感 一扎之言 各位自行斟酌吧 这个端舞档看上去很热闹 但这种热闹又和我无关 都在营销上煞费苦心 却不多分点精力 给内容本身 场外是前所未有的分裂 所有电影的评论 都是左右两极 两头互掐 中间的人 基本不说话 挺没劲的 本来这些想开天窗的 又怕扫了别人的信 一个月后 没人记住的几部片子 你跟他叫什么真的 说真话太不划算了 谁不懂伸手不打 笑领人的道理 哪怕天天说点没营养的漂亮话 爱听的人都会比现在多 这几天端舞档票房 一天卖三亿 可见国产电影市场 渴望新颖多变的故事 这些题材本应该被用心打磨 前人栽树后人成梁 如今却是一派杀鸡取卵的景象 这真的值得喝彩吗 我不希望一再拉低的是 自我安慰的底线 我也不希望一再迁就的 是业内的玉鹤南田 如果有一天我不坐院线排雷了 我不希望是因为 我累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长按点赞加关注 以后咱们就是过了命的交情了 我是薛苗 下个视频见 爸爸溜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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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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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te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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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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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